大家好,我叫Judy,来自台湾,是第一代移民 我住在南加州,但是我女儿就读的学区 刚好金发碧眼的小朋友比较多 所以她上幼稚园的时候就问我 为什么她的头发不是金黄色的 我就跟她说,白雪公主的头发 她也是黑色的,世界上本来就有不同的种族 后来她又问我,她是Chinese吗? 我先生是白人,我就告诉女儿 她是一个可爱的混学儿 我没有告诉她的是,我们在背后都昵称她为小羊鬼子 因为她太可爱了 有一天,当时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 从学校回来,问我Fantastic是什么意思 我就跟她解释,Fantastic是非常大非常好的意思 同事问她是学校教的吗? 她回答说,跟同学一起做美劳 同学看到她的作品以后跟她说 You're such a fantastic failure Failure中文是失败者或是废物的意思 我生平第一次又想把别人家小孩掐死的冲动 我也第一次认知到少数彬彬有礼的白人 只有回家后才会毫不掩饰地把白人优越感表现出来 而他们的小孩就会最直接地反映在霸凌上 老美有这种说法就是 发生在playpan里面的事 应该在playpan里面解决 在跟先生讨论过后 决定给小孩出主意 让小孩自己去解决类似的事 但是事情并没有往更好的方向走 我很多次都非常冲动地想要跟学校理论 但是女儿告诉我 这样只会让她的处境更艰难 当时全美的学校刚好有一个 Nationa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Reflection的创作比赛 我就鼓励她把失落受伤的情怀 用写歌作曲的方式表达出来 当她submit这首歌的时候 需要填一个表格 描述写这首歌的灵感或者是原因 当时只有三年前的女儿 很直接地写出来是因为被霸凌的原因 这时候学校内的PTA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就不淡定了 跟校长讨论 是不是应该把这一个创作交出去 因为可能会伤害到学校的名誉 当学校开始调查这件事情 并且跟我讨论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想 Bring it on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首歌曲的原因 而不肯submit我女儿的创作的话 那我们就法庭上线 后来据说校长力排众议 让这首创作的歌曲 参加了Reflection的比赛 并且得了名次 但事情居然还没有完 校长当初为了正视这件事 特别找了几个长期霸凌我女儿的同学 一起开会 希望大家以后能和平相处 结果我女儿获奖后 这些霸凌的同学居然说 看吧 都是我们长期霸凌你的功劳 你才获奖 我女儿跟我说 人生活着没有意思 我当下断然帮她转学 之后她继续参加这个Reflection 不同的比赛 也曾经拿到全加州的第一名 女儿变得做任何事情 都十二万分的努力 不断的需要证明自己 有时候过程很折磨 我看了很心痛 心理医生说 许多overachiever 都是被霸凌后的PTSD PTSD就是心理创伤的意思 谢谢大家听我的故事 下面是我女儿八岁时写的歌 名字叫做 《I Still Believe》 我还认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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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